你可曾叹息 当你聆听那位歌者 用平静的声音 歌唱悲哀 歌唱爱情 当你在灵中 看见那位少年 遇见他那黯然无神的目光 你可曾叹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 联合开趴独享时光单元 我是这一集的主持人陈英哲 刚才这段如梦似幻 充满粉红泡泡的情书内容 是来自财克福斯基 最著名的歌剧 游击 奥涅金 里面是来自这个女主角Tatania 她在这一段 讲的这个台词 Tatania不只是很欣赏 一位来自京城公子的 这样子的外省姑娘 她还是一个纯情少女 所以才会这么多的粉红泡泡 在刚刚这一段语句里面 那到底 游击奥涅金是什么样的歌剧 为什么 原著普希金竟然可以被称为 俄国的文学之父 今天联合开趴邀请到 写了一整本书 介绍普希金 与古典音乐关系的教员谱 来跟我们讨论 俄罗斯的文学音乐 袁伯好 听者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袁伯觉得刚刚这一段 我们引用的这段 你可曾叹息 当你是聆听那位歌者 这一段内容里面 这个少女情怀 那普希金跟 柴可夫斯基两位 在这里到底要表达什么 其实你刚刚用的这个 就是普希金写的一首诗 叫做歌者 就是唱歌的人 然后这首诗是被柴可夫基 用到她的歌剧 一开头我们听到了 这个地主拉铃家的一队 这个千金 就是姐姐Tatiana 跟这个妹妹Oga 两个人就唱这个 但是唱了之后 你就发现 就说这姐妹两个人 还是不一样的 普希金里面有写 这个妹妹长得很漂亮 但是个性就比较轻浮 姐姐呢没有她漂亮 但是就是那个个性很好 就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一个女孩 那这个应该是说 我们看这个柴可夫基 这一个听这个歌剧 也会发现就是说 她对于这个女主角 真的是注入了 所有的这个情感 事实上整部歌剧 她最先写完的 就是待会我们 可能还会聊到的 就是Tatiana的这个写信场景 自己写了一封信 要去倒追人家 不过虽然我觉得 现在在21世纪 没有倒追这种事了 这样子就是双方都平权的 但是在那个时代 就是我们说吧 这个男追女隔坐山 女追男隔成沙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我们这个 充满了幻想的这位少女 就是在外省 自己个人热爱大自然 热爱动物 然后热爱各式各样的风光 然后也喜欢读这种浪漫主义 感伤小说的Tatiana 见到这个奥尼亚金从京城来 他就把奥尼亚金当作 他就是我小说里面读到的那个人物 就是他 心里面就不只是粉红泡泡 各种颜色泡泡全部都出来了 然后后来就干脆 把我所有想对他说的话 全部写下来 所以这个小说里面 其实就是Tatiana的写信场景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 他这个写的非常美 这个完全美 不只是美 他整个那个情感的表现 你会觉得说 普希金实在是非常的厉害 虽然我们说 这是200年前的一个人 而且当年是200年前的俄国 跟21世纪的我们 觉得好像是不是有所隔阂呢 可是你会发现说 人性人情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这个里面就是 你讲说 我们讲说这是Tatiana写的这个 你说是情书好了 对它是情书 可是情书里面讲的这个方式 就普希金真的是塑造了一个 他塑造了一个 言语樸素的女孩 就这个女孩 当然是受过了好的教育 但是他这个表达 是用言语樸素的言语 就不是那种 用那种很华丽的词早 然后去写 但是话说 虽然就是说 虽然是用这个朴素的词早去写 可是呢 普希金是大文学家 你看他用的这个方式 就是你可以用 很平易近人的这种词句 但里面所有这种写的那种方式 对人表达情感的方式 我觉得那个非常有创意 比方说Tatiana 他不会正面的 就是跟 哦 你好帅 我爱你 我多么爱你 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样一句话就写完了 那他怎么写呢 他就写就是说 当我帮助穷人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你在说话 当我在祈祷的时候 我好像就是看到你的那种样子 或什么样 对然后就是 你还没有到我们家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认识你了 就是这写出来 你看词句都非常简单 可是你看就是一个 你觉得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虔诚的这个少女 就是他帮助穷人的时候 他听到的会是这个 男主角说话的声音 但是这男主角是他 应该说心里面就有的 那一个好的那个形象 所以才会是 你还没有到我们家里来之前 我就已经认识你了 你看就是这么简单的词句 可是写的那么精彩 那补锡经怎么说呢 虽然是男性作家了 然后这个在情场也是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但我觉得他去塑造这个人物 是没有把女性看得太天真 但也没有把女性看得很世故 就真的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大文艺学家的概念 就是我如何依据于 他对于这个女性的理解 然后写下这么动人的这一面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就是这个女主角 写了这样子的一封情书 可是去被这个男主角 奥涅金给回绝了 那但你看到 你看到这个剧 无论是你看了这歌剧 或是读了这小的读到最后 其实最大的遗憾或感伤就是 这两个人还真的是天生一对 只是就是有缘无分 男主角觉悟的太晚 然后女主角到最后 嫁给了一个将军 就是过了很好的生活 那等到男主角觉悟的时候 男主角换男主角 跟他疯狂的写情书 去追求他 然后最后他终于愿意见他 然后也很诚实跟他讲说 我心里还有你 但是我不能背叛我的丈夫 对就是 就是说Tatata的当初 那个预感是没有错的 就是这个人跟他 真的是应该在一起 很可惜的就是没有 好 那但就普及用这个方式 就是说可以讲人生的 很多很多事情 就是注定应该是可以在一起 但是 还不是因为命运 还是因为自己的方式 然后两个人没有再在一起 如何如何 这样子 然后对于人生 很多事情就是觉悟的太晚 然后看清楚看的太晚 但他用一个这么漂亮的方式来写 然后这个小说我也觉得很 推荐大家看了 当然刚刚易英哲是说 我写了一本书 其实书也没有多厚 书附上CD 七万字来讲普希金跟音乐 能够讲的其实也非常少 因为真的要讲的话是 没完没了 因为以普希金光是以他的诗来 普曲的这个歌曲 就好几百首 那根本是不可能 然后我在里面还丢了东西 就是说你这样做地产性的调查 像我这个书里面提到的一个 拉赫曼耶诺夫的歌剧 那是改普希金的南方诗篇里面的一个叫吉普赛人 他歌叫做阿列可 是里面男主角的名字 那用这一部 就是这部这个南方诗篇改成歌剧的 就超过18部 当然就是除了拉赫曼耶诺夫这一部 还有另外一部 还有一点点小名声 因为其他就已经都不知道了 但是就是说那么多人去改 所以其实是非常丰富 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还是欢迎大家去读普希金的作品 特别是现在刚好这几年 像是启明出版社 也有出版他们的 就是普希金的这个短篇小说 包括尤星奥涅金 也有这个宋云生教授全新的翻译 因为我觉得很惊讶的在于说 就每次读这些东西 就是你读的时候 你大概读过三分之一的时候 你就会想 这真的是两百年前的人写的吗 到底是他的笔法太前进 还是我们的品位 还是我们的停留的太保守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两百年前写 这些人写的东西 还可以那么前进 里面很多这个概念 比方说尤星奥涅金的概念 其实作者是会加到这个故事里面来的 就是他跟这些人好像是朋友 但是就是一个你可以说几乎就是后来这个什么后摄小说的这种写法跟做法了 但是他一样就是用用的非常好这样子 就是继续评论作者 然后又跟作者去道别 然后觉得就太厉害了吧 他可以这样子穿梭在小说内外 怎么会有这种功利 但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写 那为什么普希金可以这样写 就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文学奇才 既是语言奇才又是文学奇才 那身为中文读者的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学俄文的话 可能不太能够切身感受到普希金作为语言奇才的那个方面 但是作为文学奇才 我觉得我们是感受得到的 就光是就像刚刚英哲说的 就是如果你要写一个情书的话 你要怎么样写 怎么样 因为写到 写到说用朴素的文词写可以 但是后来现在是从苏联时代到今天 俄罗斯的中学课本上面都有这一篇情书 所有受过俄罗斯 在俄国受过基本俄文教育的人 都会朗朗上口会背诵这篇情书 这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觉得大家看一看应该是非常好玩 是啊 原谱的书阅读普希金是有联军出版社出版的 里面我自己其实看了这个书的书界 大家如果有机会到网路书界 网路书店上看这个书的书界 说真的他已经把书的内容好像写的都写完 但是我要讲的是你买这本书不是买这个书的内容 是买这张CD 是的 这本书其实虽然是书 但是对我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CD副解说 只是解说高达7万支 那这个因为网路书店 其实你打开网路书店或者书界 书的第一张跟最后一张 已经都摆在那边给你看了 所以你都不用再看 但主要就是为这个CD的制作过程 还能够邀请到这些音乐家来一起录制这个CD 这个过程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应该是怎么说 回头来看 就是我们现在也出版一段时间了 回头来看 才发现说 它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最早是在2016年的6月4号 做了《月的普希金》这场音乐会 那时候觉得曲目很难得 然后大家准备得非常好 那只想有机会可以再演 后来真的又 也是在这个两年前了 2019年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香港大学的邀约 10月邀约 然后6月呢 我们又找了个机会 就是我们再演一次 那6月演出当然不错 然后10月演出又更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提了 就是说 不是我们了 我提了 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 是可以把这个很珍贵的 这个曲目给练起来 好 就是不练起来 就把作为录音 因为现在这个录音 我自己的想法是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在录了 那如果像我们也没有什么钱 然后也不是什么 就是不是我们自己不是唱片公司 我们自己是拿钱出来录 那如果说这些作品都已经有这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些杰出的演唱演奏 而且版本很多的话 那也不差我们这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套曲目 我觉得说 就是我们这种演出的方式 包括这种曲子 我们编曲的方式 那是我们自己独家编曲 所以外面的那个录音还没有的 然后有一些当然说歌曲永叹调 就是用管弦乐团演奏 当然原来是非常好 可是我觉得因为管弦乐团 就是我们听久了也会发现 就是很多我们这样讲这些录音 就是他们其实也没有很细腻的排练 是 你听也听得出来 就指挥的速度跟这个声乐家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可以想象 因为你录音就这么多时间 你能够怎么样做呢 除非是演得非常熟熟练 所以你就发现说在唱上就是声乐家唱是一个速度 然后到监奏乐团是另外一个速度 然后剩下的唱再另外一个速度 就是反正大家就是把这个乐团当伴奏 配合过去就算了 是 那我们这个音乐是钢琴 而且是真的是到录音的时候 已经在钱人后弄了四年了 所以你真的是可以说每一个呼吸 然后每一个乐剧的那个速度或什么 都有很好很好的搭配 就是很服贴 对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说既可以录出有那种歌剧永叹调的这种格局 但是也可以唱出那种好像歌曲一样 室内乐那种细腻 因为你要是反正录歌剧 那个乐团人家录很大声 你只是听一个美好的声音 很多咬字细节不会那么清楚 他们讲说其实我们这套曲目就是蛮有录音的价值的 录出来的话 就即使以后我们是做线上发行的话 别人听的话也会觉得说就是为之一震 就是说这个听起来就是很强 就是会跳出来 对吧 就是要不然我们录 就即使我们录跟别人一样好 那别人已经这很好了 就没有特别的那个价值 我觉得我们这是有价值的 好所以我就提了就是说那我们就这个2020年啊 就是找时间来录吧 好那大家第一个问大家想不想录啊 因为也是非常困难嘛 这个曲目都很困难 然后都唱恶恶文呢 然后乐器乐的曲子也非常困难啊 大家不知道准备好没有啊 这可不可以录啊 那第二个话就是什么时间来录 这样子然后找什么录音师啊 或怎么样啊 然后我们一问呢 我是真的是到我们出书完 我才知道说呢 我也是被骗了啦 就是就是被善意的这个谎言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群组我们一问 我们脸书群组 然后我一问 就大陆说好啊好啊 可以录啊这样子 我愿意啊我愿意啊 听起来都还没有勉强嘛 嗯 到现在录完他们才说 他们其实当初都没有人想要录 哈哈哈哈 因为恶文很困难嘛 是 你演唱你哪个音 打个字没有唱好过去就过去了 那录音大家都也听得到啊 也是全世界都可以听啊 对不对 是 就是可以挑你的问题嘛 你光是要录这个要花多少时间去做准备 然后这还有一些曲目很难 是 觉得这要不要怎么样录 哇 最后呢还说我们这里面呢 这个情商最高的李一锦老师 他非常可笑 就是因为我刚好问的时候 他们刚好几个人还在 就是同样接到讯息 刚好人就在旁旁边 是 那女高音就问那个小天心家 李一锦老师说 哎 原谱来问这我们怎么办啊 这到底要录啊 然后呢李一锦老师跟他们讲说 我们就先答应吧 反正呢要凑齐五个人的时间 那加上录音室有时间 加上场馆有时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真的也是啊 因为他们他们会决定就是决定要用那个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 啊 国家演奏厅厅 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你要录音的话 我们当初好像是连续的时间 或者你光是你装麦克风就要半天以上的时间 拆麦克风也要两三个小时 是 这样子 所以至少两个小时 所以如果你是去录 然后但就要装就要拆的话 那你你本来预计三天 可能其实你要用到五个工作天 五个录音的时间才可以啊 就是花到一会儿非常多钱 那国家音乐厅小厅 连续三天的档期 真的不太可能 除非是暑假的什么时候 那也是要碰运气 因为暑假连续三天 其实都蛮困难的 是 那唯一有可能比方说什么 说不定啦 就是什么小年夜啊 或什么大年祝一前三天或怎么样 但那个时候 这些我们这些演出这些音乐家们 也是学校的老师啊 或者是这个 也是家里有这个 就是谁会有时间来练 然后准备呢 对不对 学校期末考刚弄完这样子 然后弄这东西 全部有很困难 所以大家想说 这录音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就放着吧 本来是预期是说 我们看看 2020年的这个夏天 就是暑假 说大家学校也忙完了 然后说不定说不定 我们运气好的话 可以租到连续三天的档期 那我们就暑假来录 所以我们那个2019年年底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盘算 那2020年1月中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也就不用我再多说了 所以呢 到后来呢 等到我们呢 就是呢 演出演演讲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甚至学校要上课 也不用去了 然后我们说 我们现在大家好像很有时间 可以来准备这个录音啊 那就看看这个 国家音乐厅的档期吧 我们说5月的档期 有没有连续三天呢 然后我们就问了 那个就是负责我们的承办人 他看了一下 他说连续三天哦 你们要连续三十天都有 整个音乐厅是空的 没有人 什么都没有 你要连续三十天都可以 我说好 而且呢 而且我们都捡到宝 因为音乐厅整个是空的嘛 是 但那个时候 我觉得疫情 没有像今年那个时候 爆开来的时候 也严重 所以就是 就是说 你要来录音的话可以 录音还打对折 对 这没有人用啊 是 但我想说 其实你录音打对折 还是没有什么人用 是 因为大家 就是我那时候看到消息 我就跟一些音乐界朋友讲 我说你们可以来录音啊 像是打对对折也多好 就是说你 你就算 比如以前可能 你只用两天的时间 你可以用四天的时间 花一样的钱 可是你至少轻松很多嘛 他想说 他说这样非常好啊 可是 像录音要曲目在手上啊 对不对 我们也不是说 练两个礼拜 就可以去录音的 但我们这个真的是刚好 就因为大家都已经 因为已经有共事了 所以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说 说不定我们 如果真的再严重下去的话 他在家里面可以修身养性 然后后来锻炼这个曲目 所以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这一切是一个很奇特的安排啊 就是我觉得普希金可能冥冥中才默默的在帮助我们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真的是说不到今年才有 都不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才有办法就录音这样子 然后也就很开心 后来林金也愿意出版我们这个作品 那到我们现在录八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三刷了 三刷表示说我们已经卖铺3000本加上CD了 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的国际唱片大厂牌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华纳啦 DECA啦 环球啊 这些厂牌 现在全世界范围 他们出一张新录音 除非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说你预计这个会卖很好的 要不然他一般的发行 全球以全球为范围也就是3000张 哇 对因为我完全知道像很多那个古典音乐的产品 就是10年之前进到台湾来 就是这个这个品项进台湾来就进25张 是 还卖不完 还是柏林爱乐的发行 对因为大家可能现在都是听串流或怎么样 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是 我们那时候也想就是说 年轻人要印什么什么 我们想说我们就印个1000本 你就好了 后来那个就是连这个发行部算 说如果1000本 这样子算一下 就算全部卖完 我们的毛利是出版社会赚台币6000块 我们说不要做这种事情 就完全不符成本 就是这个应应制费 应制费当然就是你音乐多 能够摊开来会比较便宜 对所以后来就是 就是印2000 2000我们就好害怕 就糟糕 卖到2000 我们还想说 后来我们就再想说 好了我觉得我觉得2000 说不定我们一年内可以把它卖完 是 哎呀 结果没想到 对啊 是不是就 几个月就达到目标了 没有我们是其实是四天就再印了 对对对对 所以就很好这样 对对 所以真的是如果您是 就是现在听这个联合开Pod 这个独享时光的朋友才知道这个作品的话 没有关系 这个跟风永远不闲晚 欢迎你自己带这个作品 这个回去 真的非常的精彩啊 那如果是您是已经这个购买的话 那非常感谢 因为我真的因为我还是有些就是国际钢链家的朋友啊 包括一些经纪公司的朋友 我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在这个接单一节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了说 我今年第一次当producer出了一个录音啊 那卖了三千张 所有人都 就是光在台湾就卖了三千这样子 对对 那因为我写了一个七万字的解说了 不过就是很感谢 因为这个成品也是他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我自己觉得录得非常好 那就是大家听的话应该也会很开心 我觉得很为国人音乐家感到骄傲吧 就是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准备 然后有然后曲目真的不容易 但是也有这样的很好的成果 是 不过刚刚张宁普也提到了 其他另外四位音乐家 林茨英老师 刘俊英老师 李怡景老师 跟徐慧平老师 四位音乐家 他们在录音前的这个 包括连甚至这个 可能俄文发音的不标准 但是有这些问题吗 没有没有 其实这 我说我 为什么没说普吉金在暗中帮助我们 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缘分 是的 那我五年半前呢 我一直以为是 我开了这套曲目 然后呢 要唱的部分呢 就是林茨英老师跟罗俊老师 他们非常认真 然后去学习俄文 是 我一直以为是这个样子 是 搞不定不是 搞不定不是 搞不定是呢 是呢 在我开这音乐会的一年前呢 林茨英老师呢 就看到那个 有那个 俄文的那个学习这种 就是语言的这种 班这样子 就是说什么 两人同行 学费减免 还有找了好朋友 我就南丁 罗俊老师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以前 他们声乐家唱俄文 都是用那个 龙马拼音去拼的 但我想 你是看龙马拼音的话 你永远唱不对 为什么呢 好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本人也学了 九个月的俄文 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的俄文 你这个拼写出来是一回事 是 你念的时候的话 根据众音的不同 母音会改变 是 比方说呢 我们这里面 比方说 我还是翻 我还是用英文的方式去翻 比如说 鲍利斯果多诺夫 他你写是写 俄文是写 就是果多诺夫 可以念的时候 因为众音的改变 你就变成 对 然后 俄文是念 但是你拼的时候 还是 所以你只是用 罗马拼音去拼的话 他会把它拼成 所以你念的话 所以你照样去念的话 你永远是念不对的 然后你发现说 我用罗马拼音去念 怎么听起来 跟俄国人唱的 就是不一样 是 那林茨英老师 那时候就觉得 就是说 俄文的这些 艺术歌曲 歌剧 是那么丰富的宝藏 你光想看 柴可夫基 拉赫曼玛夫弦 那么美的东西 那你若不会 就自己 不会去念这个语言的话 不会知道 他那个拼音 跟发音规则的话 那你永远唱不好 你永远唱 你不敢去唱 他觉得那这音乐 太美了 那更不用说 像是我们说 这个罗俊老师 是男低音 男低音会唱俄文的话 哇 那真的是一个大宝藏 俄文 那么多作品 是一个男低音的 哎 好了 所以他们两个就去结伴 上这个 俄语班 这样子 上了半年之后呢 有一天 他们就得到这个邀约 就是有个叫 交远谱的人呢 开了一个叫做 阅读补习经的 这个歌剧 跟歌曲 而且很奇怪哦 就是指名 这两个人来唱 我们真的都没有说好 这完全因为 那五六五年半前 那场音乐会 是我跟罗老师的 第一次合作 我那时候只是想到说 我说恶果曲子 不可以没有男低音 那罗老师是台湾 最杰出的男低音 请他来 是 我完全不知道 这两个人 在已经学了半年的俄文 就就是找这两位 是 所以他们那时候 得到的邀约 他们自己也傻掉 他说 应该没有人知道 我们在学俄文吧 这样子 我们也没在里面 就上面召告天下的时候 我们现在上俄文课 这样子 那就 而且他们也说 他说 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人 找他们唱俄文的作品 对 所以就这么巧 所以我们就 自己学了俄文半年之后 就宇宙就自己 给他们一个订单 这样子 我们还没有 对 他觉得说太巧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就是 我觉得普希金 应该有在安排 也什么东西 包括我们的音乐会 跟大家讲 我们因为也是一样 就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来想说10月份 会不会要延后 或怎么样 大家就决定说 10月份我们先暂且不延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就是说 我们9月份的话 是移到了明年2月18号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 所以欢迎大家如果要来看的话 请把握着最后一场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录podcast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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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台北跟高雄演都非常精彩 这个台南城大也这个也非常精彩 那10月的时候我们也讲说 我们好像也很好笑 我们想说 普希金应该会保佑我们这样子 到10月之 到我们音乐演出前呢 应该可以就是全开票房 但是果然也真的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 一个关关难过关关过这样子 那我们非常期待就是 欢迎大家啦 因为说老实话 今年10月在演出前 我自己有点忐忑 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 大家知道录音可以剪接嘛 我们可以剪最好的段落出来 或者哪边不好我们就马上重录 但我想说我们录音录那么好 那那个现场如果 你看大家你看有 至少有3000人已经买了这个 那万一大家现场听觉得不够好 怎么办 结果我跟你讲 就是因为去年录音是去去年 经过一年的这个声剧教训 我们这个所有音乐家 又都更进步了 我真的觉得 当然就是一个悖论 就是说如果可以今年录的话 还会更好这样子 对 还会更好 因为他们真的又更进步了 但是你今年录的时候 明年又更进步了 那就是没有办法 而是事情啦 对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说现场演出 我觉得说我们也演出了三场 没有 其实是四场 我们没有例外一个四人场 每一场我觉得都觉得说 哇 就是你 即使你录音听了再熟 听这个现场都不会失望的 原谱啊 阅读普希金这本书 读了之后 除了刚刚讲到说 其实正文网路上都看得到 但是好像读了这本书 因为你交代了整个当代俄文的脉络 还有整个当代俄国音乐家的脉络 然后下一步就是学俄文了 怎么办 其实也不一定啦 我这边有点想我抱怨 很多人看到这个阅读普希金 觉得说好像很尖身 我说尖身个鬼啦 哪里尖身呢 这样子对 我们之前 完全不尖身啦 我之前呢帮 好 这样好像透露太多 我之前帮大快出版社 去上另外一个友台的节目 是 好像也是podcast 这些什么东西这样子 好 然后呢就介绍 然后呢这个介绍完呢 就讲大快出版社 也出了一个那个淡丁神曲 这个图文版 绘画版 主要是图为主啦 是 然后呢那个录节目非常快 他录的那个 他预计了半小时时间来录 就我大概14分钟就录完了 非常顺这样子 然后主持人就说 哎呀这好顺哦这样子 他说以后希望我可以再来上他们节目 来介绍其他的书啊或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 我说干嘛介绍别人的书呢 可以介绍我的书啊 你介绍阅读普希金啊 是 而且里面音乐都可以用啊这样子 是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哎呀我们之前也有收到这个新书消息啊 可是我不敢介绍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俄文的东西啊 怎么很深奥啊或怎么样 我说第一个 我说介绍人是我又不是你这样子 对不对 对啊就我来讲 就又不是你来讲这样子 第二个 那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来介绍这个淡丁神曲呢 难道你会意大利文吗 对啊就是说你也不会这个意大利文 但是你觉得你可以介绍淡丁的这个神曲 是 那普希金这东西虽然是俄文这样子 对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啦就像是 就是说我们这两位声乐家 像罗俊老师自己对语言很有兴趣 所以从那个六年前开始自己学俄文之后 一路上课到今天 就像俄文开始讲的是颇不错啦 就是基本绘画生活语言都很顺都很流利了啊 但是当我讲就是说对于欣赏来讲的话 你一样是可以听这样子 你一样是可以听 这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难 是 就是平常这些歌剧或什么 也不要说歌剧啦 这台湾多少人在听这些粤语的歌曲 是 你也不会想广东话啊 然后多少人在听日文歌曲 多少人听韩国 K-POP 你也不会讲韩文跟日文啊 对 那你一样听得很开心啊 所以我觉得不必要去设下那些语言那些障碍 当然我们就普吉金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他最大的才华是在 或者说这两百年来也是就是说 难以忘其向背的才华 就是在诗歌上面 当然俄罗斯还是出很多很了不起的诗人 但你要说谁有办法就是说超越普吉金 还真的没有人可以这样讲 他有些显示诗到现在两百年来 还是大家觉得说这才太精彩了 那诗毕竟是一个有格律 然后有在他在他那个时代 有格律有押韵的东西 那这种东西的话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 当然会就是会失真 我们不要讲普吉金了 你讲李商银好了 这个那个什么 春蚕到死思方尽 蜡锯成灰泪屎干 对不对 什么这种这种句子 这种中文念起来也美 看起来也美 整个都非常非常美 你翻成英文 就是说当然那个意象是可以出来 但是绝对不可能会有中文 这14个字的那种震撼跟感觉 什么然后还有那种 沧海月明诸有泪 蓝天日暖玉生烟 就在写什么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光看那些文词觉得好美 然后那种对仗 然后音韵或什么 普吉金很多东西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恶果人爱得不得了 就是你念普吉金的诗 念这个诗就像是音乐也一样 真的是念起来声音好好听 然后多好多好多好 那我们的确是有这个隔阂 所以这就是 但这个是没种语言的妙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是说我刚刚讲的时候 楚吉金有那种文学奇才的方面的东西 就是说他写这些东西 你说油经奥涅经 他全部是押韵的 全部是用十四行诗去写的 而且是用普吉金自己创出来的一个 新的一个格式去写的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正去理会 原来俄文的那种音韵 甚至是用字的巧妙的美感 但我刚讲过那个故事 那故事太精彩了 写这些故事写这些什么 写这个少女心 然后写这个少女心 怎么被拒绝 然后主要是我觉得最好就是最后就是 当两人最后又再见面的时候 这个Tatiana就再度在跟这个男主角告白 就是说你看我现在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 这样子受万人景仰 或者怎么样 真的就是厌贯群芳上流社会最美的 然后就是 但是我多么想用我这一切来换什么 换回我们当年的 那里面 那普吉丁写的太美了 他就换回这个山林 换回这个什么 然后换回一架书 是 对我们当年的书柜 你的书柜我的书柜 最后换回什么 换那个什么 我奶妈换回一座 就是一个什么荒草孤寂的那个坟墓 当年我的奶妈现在躺在那个地方 对 那奶妈当然不只是讲奶妈 是关于就是过去的儿时的青少年的 所有这个记忆都在那个地方 你看那写就是 都还像是用很朴素的文词 可是说的比喻写的多好 那我这个我这个是翻成中文 就是我看的时候都是全体鸡皮疙瘩的 就是哇 这也写的太好了吧 对不对 就是用这一切 普新告诉你说 他现在是厌贯群芳的将军夫人 圣维德堡上流社会里面最耀眼的明星 可是他还是那个塔提亚娜 他还是那个属于俄罗斯大自然 俄罗斯乡野 俄罗斯民民间 那一个纯朴善良真诚的塔提亚娜 这就写人太好了 对啊 就觉得说哇 就光是这一些 我觉得就很值得读 对 就是当读现在东西也非常精彩 可是这个200年前俄国人 就普希金 会有这么多人去读他 显然也不是只有俄国人而已 当然我们要说就是说 运文翻成其他种语言 隔阂度是有一些 会比较不好翻 所以对于俄语以外的读者来讲的话 你讲俄罗斯文学家 大家最先讲到一定是小说家 非运文的作者 托尔斯塞 杜斯托耶夫斯基等等 这些图格涅夫啊 但是对于所有俄国人来讲 就是普希金一定是放在心里面的第一名 甚至是我觉得很好玩 是因为因为我自己 就是也不能用俄文来看 这个俄国文学史 我常常看的是英文的版 英国人写的俄国文学史 或者是什么 会被人翻译过去的 很好玩 讲到普希金 会讲俄国文学史 会讲到俄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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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俄国文学史 讲到俄国文学史 讲到俄国文学史的 真的就在一开始就会说 他说普希金或许在英语读者当中 不是心里面的第一名 但是如果你要了解俄国文学的话 你就是无论如何你就要接受 普希金就是第一名 就想能够真正去了解他 这样子 不用讨论 他就是第一名 No.1 这样子 先用普希金才讨论其他东西 这样子 对啊 他说你觉得这是一个先硬性的 这样子 对 他说这就是会俄语 跟不会俄语的落差 但至于俄语的话 我觉得大家在YouTube上面 你就打那个普希金 然后打那朗读什么 有好多人在朗读普希金 你听听看 真的还蛮好听的 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 我本来在想 再稍微提到一个 就是读普希金 读了这本之后 你之后如果想要进入俄国小说 我们昨天晚 这几天还特别查了一下 就是全世界这些 大家最喜欢的前100本的小说 俄国小说一定在里面的 刚刚已经提到的 杜斯托尔夫斯基 托尔斯泰 罪与罚 战争与和平 卡拉玛祝福兄弟们 安娜卡列尼娜 这些全部都是 其实你从普希金的 诗歌的一些元素 这本书里面提到非常多 其实今天真的时间不够 要不然 因为原普已经把这个书讲得太精彩 要不然 其实书里面有几些 一些关键字 俄国小说的关键字 例如多余人 我这不能开讲下去 开讲下去 今天会度过 杜斯托尔夫1850年的作品 一个多余人的日记 对 然后还有俄国红场上的教堂 其实是从他的剩余 这个余人的角度出来的 杜斯托尔夫斯基 最有名的 非常有名的一部小说 就是叫做The Idiot 这个余人 这其实都是从 普希金的诗歌里面的一些 文化元素提炼出来到最后 再成为非常大的发展的 那我其实是很好奇 原本我们再讲一下 强力武人团 也是好像需要在这里 稍微让大家引见一下 之后怎么样进入 俄国音乐界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你去听就好了 真的 因为像我们 我们这个CD里面 也录制了这个 武人团里面的 穆索斯基 他写的这个歌剧 我们刚刚讲的 鲍利斯果多诺夫 鲍利斯卡多诺夫 那这里面我们录的 就是这个 这一个窃国的全程 最后呢 这个内心恐慌 心脏病发 最后又疯狂而死的 这一段 这个驾崩场景 那首真的好好听 非常好听 但觉得好听 就是说 就算 就是我们的这个听众 如果没有 恶语相关知识的话 你会发现说 这个音乐怎么 就是音乐跟讲话的 这个音调那么的契合 就是他的音乐 写的就像说话 那里面的人唱歌 也像说话 然后说话也像唱歌 那是非常非常厉害 这是一个 我们说一个 非常本土性的 就是说 我希望音乐跟语言 是高度结合的 这一个做法 那你就听了那个音乐 我觉得就是 非常非常 就是你就可以 感受得到 而且又合并的感人 但是又讽刺 又有这个道君 就是完全荒唐 无忌的暴君 然后可是在这时候 他又似乎唱出 他内心最优伟的 那一块感动 对我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最精彩的 我们那个录音 当时非常精彩 可是呢 录音毕竟不是录影 你没有看到 那个罗俊颖老师 那个现场的表演 所以也是像 2022年2月18号 台中国家歌剧院 中剧院 你看他现场表演这个 他现场表演这一段 目前是没有任何 所谓的失守 就是说观众的反应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呢 那种完了之后呢 全场是那种 就是掀开屋顶式的爆炸性掌声 另外一种呢 就是在香港大学 就是那种 全场听完之后 就全场被吓到鸦雀无声 这样子 连鼓掌都不敢有声音 那种感觉就是 对就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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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那这个演音变也是很耗体力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2020年2月18号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 中剧院 好 我要问一个 就是我个人觉得 从这本书上 刚好我已经怀疑很久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天方夜谭这首歌 到现在留下来最著名的版本 或可能大家只记得唯一的版本 竟然是 连鼓斯基克萨克福的版本 还好啦 那个拉威尔也有写一个歌曲 叫天方夜谭 也是雪哈拉莎德 那个也蛮有名的 那其实你去看的话 因为连鼓斯基克萨克福 自己是海军军官 海军军官的时候 就是说他是有这个航行 然后你看俄罗斯的那个领土 就是你要是从南高架所走的话 那个南高架所山 下面就是这个伊朗 伊朗再下去就是印度那边了 这样子 所以当年他们那些航行 或什么的话 其实就是说对这些故事 他或者是很熟悉的 然后就那些充分的 而且那个作品 第一开始就是 大海跟星巴达的团 那那个林伍斯基克 这是海军军官 对于那种海的那种描写 那种波浪啊 那种摇摆啊 的确是有他那个 很有心得的 所以那个作品 当然是旋律很好听 写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所以那只要这个旋律 是很好听又精彩 然后管弦乐又这么的灿烂 那当然是大家都非常喜爱 对所以 其实因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刚刚也有提到 稍微提到强力五人团 那袁普在书里面 有非常精细的在讨论说 强力五人团 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 对音乐的一些解释 包括是否要向 所谓的西方音乐靠拢 还是要产生俄罗斯 自己的声音 那这个会是我自己 如果在看这本书 看之后我想要发展的 或者是想要去找 到底什么是 俄罗斯自己的声音 还什么是 会向西方靠拢的声音 再跟不去两个例子 就当做我们今天 最后的一个结尾 俄罗斯 比方说西方音乐 有很多辩证的写法 我们有第一主题 跟第二主题 然后这两个主题 然后就是做这个发展 然后最后要合并在一起 在调性上面 合并在一起 但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音乐 很多是来自于 一方面来自宗教的音乐 另外来自民俗的音乐 民俗音乐基本上是重复 就是一个歌 一直重复 一个舞曲 也是重复 重复 所以比方说我们听那个 像刚刚你说的 天方夜谈好了 这是五人团的 另外一个大将 林姆斯卡卡夫的作品 你看一下 他的这个第二乐章 这第二乐章 从头到尾 基本上就同一个旋律 只是同一个旋律 他用不同的乐器 不同的管弦乐的 那个编排去演奏 他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可是重复到 经过他的这个 精心设计的编排 让你不觉得这个枯燥 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写作的方式 他就用这方式来证明说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变化主题 我们不一定要像西方的这个样子 如果您对这个还更有兴趣的话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就是这个收听跟收看 这个联金跟set knowledge 知识卫星合作的 这个焦云谱的这个古典音乐线上课程 这个里面我们也有一堂课来讲解这个 对 阅读普希经 焦云谱的新书 乐是音乐的乐 是读书的读普希经 那让我们知道每一次的阅读历程 都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历程 一个大的旅程的开始 那其中写了既然是文学的入门书 其实也是古典音乐的入门书 那从后面的目的 其实更是要骗我们 把这些又厚又重的俄罗斯文学 文本歌剧等等 本本都吃下去 但是我相信也达成这个目的了是不是 其实呢 更好的讲的话是他也是旅游的入门书 这样子 你看这个书之后 我觉得你看这个书之后 或听着音乐之后 你这个如果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缓和之后去俄罗斯旅游 你会感谢我的 因为俄罗斯到处都是这些作曲家 跟这个普希经 或者作者的这些塑像雕像 然后太多你 你读了这个之后就发现出 这边就是圣比利宝的什么 就是被这个书里面提到 这边就是什么什么提到这样子 而且不会迷路 对就是就会非常的开心 就是你的旅游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就是这个跟你的阅读 跟你的聆听都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OK 所以从普希经 都斯托尔夫斯基 托尔斯泰 齐克福 图格涅夫 强力无人团等等 这些都是理解这个世界 另一个面向重要开端 今天非常谢谢 焦原浦带我们认识一个 俄罗斯文学音乐的导览 感谢你的收听 我是陈英哲 联合开帕 独享时光 每周日上线 我们下次见 上网搜寻vip.udm.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 看更多精彩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